记者正宏达台北报道,对于日渐风行且功能日益强大的无人机,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经出审通过民用航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规定一定重量或具一定功能之无人机需向政府机关登记,若操作违反相关规定,最重可罚新台币150万元罚还。 立院修法对无人机规范,未来无论是人工智慧或遥控无人机皆需纳管,重量250公克以上或由民航局认定具有一定功能者,需向民航局及地方政府登记,且因设设评识别功能,义工民航局规范识别必要时得请警察机关协助取缔。 对于无人机管理,出审条文规定,民众持有250公克以上只无人机,以及政府机关、学校或法人所有的无人机皆因办理注册,且一定重量或具备特定功能的无人机操作者,需通过测试以取得民航局发给之操作许可。 条文规定。 未来政府将建设APP公告地方政府及民航局规范的无人机可飞行区域,也公告应注册的无人机规格。 无人机操作者许可 若于进航区、进航区及航空站飞行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操作无人机将被民航局废除操作证并可处30万元至150万元以下罚还并得没入无人机。